信息说是发挥自己和人的恩赐 不是只是发挥自己的 还要发挥人的恩赐 首先什么叫恩赐呢 其实恩赐很接近我们所说的财干 但是恩赐通常基督教来说 意思是有只神赐给你 为了荣耀神的 为了能够祝福别人的 这样我们就称他做恩赐 譬如有个人他很懂弹琴 但他从来弹琴没有荣耀神的 这样我们就未必称他做恩赐 而是一种财能 但如果他说好像众恩那样 整天赞给神的 用诗歌赞给神的 那这个就是一个神所给的恩赐 其实恩赐和财干都是哪里来的呢 都是神给的 问题是你给不给神用 神用什么时候呢 更加大发挥 更加大的发挥 当我们想到恩赐 很多人有一个这样的感觉 好像那个人就聪明了 好像他这么厉害 哇 这么多恩赐 什么都做得好 说话也好 那我们就会说 哎呀 我就不是了 我就不及人了 就是我们会很容易有个倾向 就觉得自己不够好 恩赐不够好 不够多 但其实呢 大安静 其实呢 我们不需要担心这件事了 因为给恩赐的是谁呢 是神 神一定给我们的 只要我们愿意多亲近神 神一定给 所以呢 我们很多时候呢 担心是神做的那些事 嗯 其实神做的那部分 他会尽他的责任啊 会 一定会 所以我们不需要担心神的责任 嗯 我们担心是 我们自己有没有做 其实都不用担心啊 就是我们尽责 去做了已经做了 神就给我们的 就不用叫死了死了 将来会不会 啊什么都一事无成啊 什么都做不到啊 不需要担心 你只要就是亲近神 倚靠神 遵从神 所有要做的都要做啊 我的意思不是这样啊 有些人说 好了 我天天就祈祷 赞美神 天天就是做这个东西 我不读书 这个不是 发挥你的生命 发挥生命呢 是包括读书 包括所有应该做的事呢 家庭的责任 我们都做好的 这样才是发挥整个人的生命 我们今天信息的就是说呢 我们怎样去找到自己的恩赐 帮人去找到人的恩赐 并且帮自己发挥 又帮人发挥 当你发挥的时候 有很多好处的 有什么好处呢 第一呢 你会发觉 哇原来在我里面 神天给了这么多恩赐 才过的 哇原来我里面有个补负的啊 你自己专告 你跟隔壁那边说 哇原来你里面有个补负 哇 你里面有补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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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原来我们每一个里面呢 神呢 当我们信下耶稣呢 神就把补负赐给你了 这问题是你开不开 你开不开 你想要开啊 想 你可以开到啊 当你这样发现的时候 你会发觉 哇原来呢 我可以发挥这个神给我的补负 包括恩赐 包括所有需要的东西 需要的资源啊 金钱啊 机会啊 神都给我们的 只要我们去发挥呢 你就会发觉 哇 越来越祝福多人 你就会越来发觉 哇原来呢 神将我由一个卑微的人 变成一个很重要的人 一个尊贵的人哦 就是每一个都是一个尊贵的人 你相信自己很尊贵啊 我们个个都很尊贵的哦 很尊贵的人呢 你就会觉得 哇原来我生命很有意思的 不会说哎呀 我做人都不知为什么 哎呀 我以后等快点去天堂 有些基督台是这样的哦 哎呀哎呀 做人好苦啊 快点去天堂啦 其实我们 数算一点就不会很苦的 那些人经常数算困难就很苦的 是不是 死了 我又不够人高 死了 我又不够人什么 读书又不够人呢 哎呀 死了 我什么都不及人 人家有个男朋友 女朋友那么好 我又没有 那人家当你数算呢 你就样样都觉得不开心 但是如果你 数算神的恩典呢 哇原来神给那么多东西呢 你就日日都开心到不得了的 是不是 神做的雀仔可不开心啊 开心 神做的雀仔可不开心啊 我们都可以好似雀仔那么开心的 天上的天使开不开心啊 开心 他们多不多做啊 很多啊 很多东西做 但是他多做他 他有没有说哎呀 死了死了 哎呀 很多东西没做完 那会不会这样的 不会啊 天使很开心啊 神的指 行在地上 圆龙行在天上 就是说呢 我们都好似天使 很多东西做 但是一样的开心的 有时候说哎呀 死了 明天要考试 那会怎么呢 哎呀死了死了 要考试 哎呀 很辛苦很辛苦 我们会不会担心啊 那但是呢 其实呢 明天要考试 我们就尽力去做 不需要担心 而去发挥我们的生命 靠着恩代我们啊 我们就看下这些经文 让我们看到 神的恩赐呢 是很真实的 是应会给我们的 第一个经文在 《哥林多前书》 十二章四节 那里开始的 《哥林多前书》 十二章四节 《哥林多前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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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章四节 那我呢 就 我会开始 开始读先啦 《恩赐缘有分别》 《圣灵却是一位》 《职事也有分别》 《主却是一位》 《公用也有分别》 《神却是一位》 《在众人里面混行一切的事》 《圣灵显在各人身上是 叫人得益处 这人蒙圣灵 其他智慧的言语 哪人有蒙 这位圣灵 其他知识的言语 又有一人蒙 这位圣灵 其他信心 还有一人蒙 这位圣灵 其他以病的恩赐 又叫一人能行义能 又叫一人能作思枝 又叫一人能别别诛灵 又叫一人能说方言 又叫一人能翻方言 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 随己以分级各人的 然后跳去十七节 又全身是眼 从哪里听声呢 又全身是耳 从哪里闻味呢 但如今神是己的意思 把肢体推割安排在身上了 好了 这个经文说给我们听 恩赐的来源 和一些恩赐的列出来 但其实这里不是所有的恩赐 但我列出一些其中的恩赐 这里说了 恩赐原有分的圣灵却是一位 这句经文很重要 什么意思呢 很重要 我们留意一点 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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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声音 都会非常好 我们留意 好了 恩赐有很多分裂 很多人说 有些人说 有个人作文做得不好 那你作文做得好 有个人说 他说 哎呀我作文为何作来作 那我们有时候 我又没有困难 一作就作到 好了 那么容易 有时我们就会觉得 我是这样的恩赐 人人都应该和我一样 这样的时候 变成会比较 对吧 人家做得不够好 我做组组很容易 很多人乱声地走离我的组组 但另一个组组 我真的很努力 但也很难有果效 我见到你 见到你这么多果效的时候 我心里觉得自己做得不好 那时候我们有时就会很容易 就说 我就没有困难了 那是否令人觉得不舒服 是 所以我们不要比较 因为个人有恩赐有分别 不要说 哎呀为什么 他又不可以 我又可以 千万不要用自己和人比较 也不要和其他两个人比较 尽力 而是说 是的 我们尽力 神要我们就是忠心 那么 个人有不同的 不要和人比较 哎呀我已经有他的恩赐 神会自然将 需要的给你的 好了 接着呢 同样都是从圣灵来的 有即是有分别 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有不同的即是 譬如我 是牧师 那是否全部信徒都是牧师 不是的 不是的 每个都要做牧师 那有些人 他可能是工程师 有些人可能是老师 那是否我又要做工程师 做老师呢 不用的 每个人即是不同 但是神呢 就配搭在神的家里面 是不是个个都是牧师 来的 不是的 不过个个都是见证人 就是个个都见证耶稣的 但不是个个都是牧师来的 那虽然即是不同 每个人身份不同 有些是组长 那你说我不是组长 我不用做了 那不是组长 神都一样 赐给你做的东西 那每个人即是不同 但是呢 主却是一位 同一个神呢 使用不同的 在不同的即是能够运作 功用有的分别 神却是一位 那我们每个人的功用 就是我们的 运作出来的功用 就是好像你的身体那样 你的眼看东西 那个鼻系都说 你看东西又那么漂亮 我要做眼了 我不做鼻 鼻可不可以见 鼻可不可以 我做眼了 是没有可能的 就是我们每一个人 有不同的功用 但是呢 是神给我们的 不要紧的 一个人有这个功用 祝福他 恭喜他 你能够做到这个功用 有这个功用 我要感谢神 就不要说 哎呀 我要好像他这样 或者一定要好像人 这样的 人家有不同的功用 不要紧的 亦都是这样才建立教会 是不是 如果整个教会 个个都是一把口 有个口说话是好 不过个个都是一把口 又不行 就是有些人做手 是吧 有些人做 对 去成为 去帮助人 就是每一个人 需要不同的功用 这样才能够发挥出来的 凡是小组教会 都是的 一定是每个人不同 所以你不要比较 人家 为什么人家是这样的呢 接着第七节 第六节 在众人里面运行一切的事 就是神原来在运行着 我们所有发生的事 都是神在运作着 要做祂的工作 不用担心了 因为自然有神做工 我们不用担心的 我们就放心去遵从祂就可以了 第七节 圣灵显在个人身上 是叫人得益处 即是圣灵工作 都是叫人得益处 叫我们能够 生命得封城的生命 又祝福人 每一方面都得益处 那你整天得益处 是不是很开心 是 但是有些人 为什么整天都不是得益处 整天都是不开心 因为他看到一些不开心的东西 整天都是一种破坏性 或者发脾气 发生 但是如果我们时时都是祝福人 就整天得益处 是不是 每天都得益处 那你自然开不开心 整天都开心 那就是神神 整天将恩赐 各人的益处赐给我们 然后后面就讲到 圣灵赐给人不同的恩赐 只是无圣灵 其他智慧的言语 就是能够讲一些智慧的说话 在一个适当的时候 讲适当的说话 智慧是什么呢 就是应用你有的知识 在某一个情况 有一个需要那里 比如你可能懂圣经 懂得很熟 怎么知道到困难呢 不懂用 不知道用什么圣经 就是不能够有这个智慧去应用 比如你很懂圣经 但是怎么知道到什么事的时候 就发脾气了 就是不能够应用圣经的教导 应用圣经的教导 就是立刻说 不要紧要的 神会帮我的 神会祝福的 我不需要发脾气的 那这个就是智慧 就是在一个适当的时候 将神的话语 神给我们的智慧 应用出来 那这个就是智慧 将我们所认识的 应用出来 那跟着呢 就是蒙圣灵 那是同样的 是不是只是有些人 有智慧言言呢 其实不是的 不过有些人 特别有这个恩事 那有些人 譬如你如果比较 当是一百分 有些人一百分 那但是 不是过一百分 有些九十分 有些八十分 有些七十分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发挥 都会有某程度的智慧的言语 基督徒信仰 是不是会 开始讲说话智慧一点 会的 所以你越发挥 原来很多因子 你有的时候 就越来越长大了 是不是 那你越来越发觉 原来神给我们周身刀的 样样都可以做得好的 不用一定说 他有我就没有 不是的 我们个个 可以从人的身上学习的 好了 跟着 然后另一个人 就是知识的言语 知识的言语 可以有两方面的解释 一个就是 譬如圣经里面的知识 能够应用出来 圣经里面所说的知识 能够随时应用出来 那另一方面 有另一个解释 就是 当他为人祈祷 他会知道一些东西 是神赐给他的 一些知识 知道某一个人的需要 他讨告的时候 他就会说出来 帮助这个人 但说出来也有智慧 那我自己 是有些情况 我试过这样 我为了人祈祷 突然间我感觉到 一种忧伤 在那里 那我就说 耶稣是很安慰我们的 将我们所有重担释放 叫我们所有忧伤 全部都可以丢下 我一说完 他立刻就很感动 因为原来他里面 真的有很多忧伤 就是神就将这个知识 告诉我 让我感受到他的身上 所经历的不开心 那在这个时候 就是神给我有这个知识 但这个东西 我一定要很小心 譬如说 一些普遍的东西 譬如说 不开心 重担 烦恼 那些没问题的 那你便是神下方丈 释放我们的心灵 释放我们的重担 但如果牵涉到 如果可能牵涉到那些罪 那你要小心 因为你说 你犯了奸淫 死定了 那个人没有犯 可能那个人 为什么他犯了奸淫 我们要很小心 这样的情况 我们有点智慧 这样的情况 我相信 你首先 应该跟他分开说 或者 你去问一些问题 或者用一些温和的方法 譬如你看到那个人 你可能感觉 他有很多怒气 你就不要说他 你四围骂人 他就说 哇 那我四围骂人了 那我们可以用一个温和的方法 如果我们有心灵有事 有些人不喜欢 我们可以将他交给神 神将来的 不开心 这些怒气 可以释放的 就是用一个温和的方法 就没有一个很强烈的 因为除非你从神领受 要我说 愚子说 这句话不是那么容易 因为神话 这件事 我们未必有这个能力 但如果神真的给你 很清楚的 那你就用了 用的时候你也有智慧了 我领受到这个意念 不知道这个意念 对不对 那问他 就比你说 你有某一个罪 所以这个 罪那方面的指出 我们要有智慧了 如果普遍 我们也有罪 那么没有问题 我们也会发怒 那么每个人都会 求耶稣赦免 那么这个没有问题 那么 另一种知识言语 要使用呢 就譬如指示性 比如说 你感动 有感动 这个人应该和那个人结婚的 但是不知道是你感动 因为是神给你感动 你说神配合你和那个人 哇 死了 这个信发出的后果 真是可大可小 如果是神的身边就好了 如果不是的时候 搞出很多音乐谱 所以这样的事情 就是神也会和那个人说的 所以我们自己有什么情况 我们就最好找全道人 跟你一齐 告诉他 又说我有其他感受 叫他分辨一下 是不是先好 怎样去说给那个人听 那么我们求神帮我们 但是另一点我想说 你又不要怕 神真的会指示 为什么呢 我想说是 神是和我们说话的神 你要专心养奈耶稣 不要依靠自己聪明在一切所行的事 都要认定他 他必指引你的路 就是神一定会指引 遂经的耶稣 耶稣 必指示他当选择的道路 神是会指示的 譬如为什么有些人会说 我就是很想去全福音 有些人很想去宣教 很想去教书 很想去做什么 就是神就指示了你 就是你已经有了这个 在当时领受了这个知识言 你不知道 其实我们个人都会听到一些神的声音 例如 神告诉我们有罪 有些什么 我们犯了什么罪 神会提我们 这是第一个我们听到的声音 那我们去处理 神就会改变我们 或者神就会说 我们对家人多些爱心 你听到之后 你去做 这个就是神给你的指示 你越听神话 神就越多指示 你越多指示 你去做 你发觉 有些真是神的心意 真是神的特别安排 那我们就说 多谢神 神在当时指示我 在弗洛比书二章十三节 很宝贵的经文 他说 神在我们心里运行 我要承入他的美意 就是说 当我们立志行事 就是我们立心做一件事 或者行出来 就是你说 我想去传途 我想去宣教 我想去短宣 原来就是你落志 或者行不出来 都是神在你心里运行 原来神在我们心里的工作 是多过我们想象的 有时我们以为神很远 其实神经常在你里面 运行着 时常在运行着 我们就要敏感神的声音 不过一定要很小心分辨 这是罪的声音 这是神的声音 而且很重要一件事 就是时常在神的关系 为爱神呢 我们就能够听得更加清楚了 就越在罪中 就越听不清楚 越多烦恼就越听不清楚了 好了 接下来说 由于蒙四年次 信心 信心又很宝贵 信心是什么呢 信心第一件事 就是信圣经所有神的应许 如果你信一个应许 应该好够 我告诉你一个应许 比如你信这个应许 你要先求神的国 和神的义 一切都要加给你 你真的信这个 我就是先求神的国 和神的义 我关心神的事情 神就将一切交给你 什么都信 神一定祝福我的 神一定帮助我的 那你很多忧虑都没有了 就是一句金句都这么厉害 那你句句金句 你祝神 神答应了 神呢 祂的爱呢 不能够隔绝的 没有东西能够叫我 神和我隔绝的 那于是呢 你经常都说 有什么人对我不好 我说神的我还在 不要紧了 人能把我怎么样呢 另一个金句 人能把我怎么样呢 若不是上头次 给他 他断武权兵扮我们的 相信的时候 是不是会有信心 众人呢 不要担心 不要忧虑 因为神已经 神真的有个好好的照顾 我们的神 他什么都照顾 神不是一个不负责任的神 所以你信得过神呢 你有信心 你凡是说 神真会帮 有时候有些人就说 哎 这些是 就是好像什么 讲这些 这些什么说话 就是好像 表面的说话 好像是人都是这样说的 但是你出于真心又不同 真心就是说 我真的经历过神 没有作为 他真的帮助人 所以我们可以 放心信教神 人家就会看得出 你是真正有信心的 信心也会怎么样 在一些不可能的情况 真的没有可能的 但是我相信神的祝福 比如在非洲有个报道家 有个宣教士叫 Hidy Baker 他有些很神奇的神迹 他说到 他说到什么呢 他说他们没有东西 突然有人打了回来 他说我们的飞机来着 载了很多 吃了很多需要的东西 来 整个飞机 就是那些东西来了 跟着他来 寻找没有飞机场 飞机 飞机就下来了 就是下来了 但是飞机出了烂泥 在飞机上 那些车就动不了 走不了 他们就感谢神 拿了那些东西 但是他走不了 他们想帮他 但是他们不够力 去拉飞机 因为他帮很多孤儿 那些人不够 忽然间有一大队的人 走出来 走出来就有拖拉机 为什么会走出来 他说我们在附近做事 但是听到飞机降落 我知道他一定起不了飞 于是我就走过来帮神 好奇妙 你都会这样神预备 于是就帮他拉拉飞机 接着他拉动 接着他又可以起飞 就是神的预备 越经历神 就越奇妙的工作 其中一个我经历 就是有一个人 他不信耶稣 是佛教讲师 但是居然呢 他的丈夫有病的时候 他三天中风 就是中了风之后 昏迷三天 但是呢 这个丈夫的屋 因为他以前回教堂的 他的家人叫他祈祷 他祈祷之后 听到神这句话 他说主与我同在 听完一次 这个佛教讲师 从未听过这句话 又再听一次 主与我同在 很明显告诉他 那后来真的 那天呢 居然找到病的来源 居然医好 本来医生说 今天可能死 但是居然呢 没事 那这个就是神的特别的工作 我们有信心 神可以做一些 是超乎人能够想象篇 那天他可能觉得 没有希望的 有时候我们说 没有希望啊 没有希望 在耶稣里面 会不会没有希望啊 会不会的 在耶稣里面 永远都有盼望的 这个就是信心 不可能的情况 我也相信有一天 当我们受逼迫的时候 前面大海 神啊 赐给我信心 你所做的事 我们都要做 比赛要做比赛更大的事 神是赐给我信心 走到海 我们可以逃走 逃避敌人 就是你有这个信心的时候 在这个需要的时候 就是不是你 有空无事做了 去试试走 而是在这个需要的时候 神能够赐给我信心 如果我们知道这个神 是一个掌管天地 行神即歧视 真是很真实的神 你会不会相信这个神 神会行神即歧视 神可以的 或者前面有个大山 神啊 把这个山移开 然后我们走过去 然后走完之后 奉耶稣明 回头 难阻敌人 追不到我们 我们有这个信心的时候 神会做一些不可能的事 Heine Baker有试过 他试过不够的食物 他就求神 赐给他们 凭这个五饼二的神迹 结果又怎样呢 他说真的 很多 他们本来一些鸡很少 他说神呢 即是你食物 他说神就不是拿 有毛去走的那些鸡 是他们忽的那些食物 喂 几千人 那些份量是不可能够的 怎样知道 喂完又够 他就说这个 就是他们所经历到这种 多次的 是不够食物 为何越忽越够呢 这个就是神的恩典 在不可能的时候 相信神的恩典 你可以从今天开始 整天都相信神的恩典 可以吗 可以吗 可以的 那你每天就很开心 每天一早上医生就说 多谢神 神今天有好多恩典 可以吗 每天都是这样 不要说 哎呀死了 你现在要上学了 考试了 惨了惨了惨了 不要说惨了 神给我信心 有人试过考试 我不是说 你以后不要读书 你就靠这样 他真来祈祷 神叫他 忽然间会听到他的老师 很明显 很奇妙 他就说 他的老师的诗书很尖 是和其他不同的 他直接听到他老师很尖 在他耳边里说 说那一堂书出来 然后他就把那些内容 写出来 解答答案 我以前有一个教授 他说他当时在堂上 那老师问一首诗 谁会说的作者 就有额外的分数 他是完全不知道 有人说出名的诗人 李伯那些 但他忽然间有一个疑念 他就说谁呢 张继 张继 就是 我都知道他是什么诗人 他是张继 接着老师说 谁说张继 他说是 立刻呢 他就说 这个就是答案 原来神是一个 他会帮我们 去将一些信息 赐给我们的神 但不是叫你考试 不要读 那你走去祈祷 不是这样 我们要做好 我们已经做了本分 例如我讲到 林亮说 不用说了 不用预备了 站上来就说 不是 一定预备 但是预备的时候 神都会指示我 怎样说得更加好 神都赐给我们这个能力 所以神赐信心 是不是好的 非常好的 好了 继续 施病的恩赐 有些人就说 今天已经再没有医病的恩赐 但是呢 这个圣经 保罗并没有说到 你们快点用 将来没有医病的恩赐 没有这么说 他说到 就是恩赐 在这里列出来 所以今天 我们仍然有医病的恩赐 圣经没有分辨到 某些恩赐 今天再没有用的 因为神以前医病 今天也是医病 不可能病神可以医 今天也是医的 我自己亲眼见的人 得医治 有一个人 他由巴士上 下了三级楼下 跟着巴士一动 他在下跌 怎样知道 巴士又在下跌 一动 就是楼上第三级 一跌跌到楼下 一跌跌到下跌 多严重 这么严重 他又觉得没事 司机问他 他有没有事 他说 他整体都收拾了 跌了 下了车 谁知道走了几步 开始有时 有时痛就马上来 越走越痛 到第二天一跌 一跌地 就立即痛 下不了地 这么严重 他在那时 没办法 他就打电话 打电话 他就会去帮人 打电话 跟他聊天 又跟他传呼音 接着传呼音 走路里没有事 完全没有事 即是他都没有事 这一类的神经 我经常见 就是当人做神的事的时候 神就会做 他可以做的工作 我经常见到神的医治 我第一次为人祈祷 得医治 那个人 我脖子跳的车 我腰不痛 痊癌 我头痛就痊癌 这是第一次让我看到 原来神的医治 是今天 认救神 他使用我们 只要我们有信心 所以见到人有病 第一天就立刻说要祈祷 有信心 神会用力 并且一电话祈祷也可以 有信心 真是我的电话祈祷有些人 都得医治 我希望大家相信 耶稣说什么 信的人 必有神 即出入去 不只是牧师 是信的人 就有 然后 行二能 即是一些不可能的事 神叫你行二能 作先知 或能够 神给你一些信息 讲到一些将来发生的事 或者是先有两个作用 一个是预言 另一作就是指出 譬如有些人需要有些什么地方 改变 需要更新 譬如旧的先知 不是全部都讲预言过 有些很多都讲到 以色列人的罪 你要怎样灰鬼 两方面都有讲的 神赐给你的 不过你就要小心用 但神赐给你一定要用 但你可能需要问一下 全部人律师 我收到这样的信息 是不是神给我的呢 那你要去祷告 去看看是不是神给你的 另一个因子就是 便别诸灵 就是能够便别 这个是什么邪灵 这个是不是邪灵 还是精神病 或者是什么问题 这个便别诸灵的能力 还有便别你年纪里面 有时有些人 因为我们罪 罪呢 是向魔鬼流地露 譬如彼得 当他叫耶稣 不要去耶稣 耶稣就说什么 撒旦 去我后面去吧 就是他当时给魔鬼用 就是基督徒常常在罪我里面 好像犹大 魔鬼入了他的心 旧日的扫罗 魔鬼入了他的心 所以我们犯罪 是可以带来魔鬼的攻击 可以影响我们的 那我们要辨别了 我现在里面有没有受一些 因为我这个罪 一个人常常出了一种污蔑的意念 常常看这些不好的色情的电影 他说没有人看也不要紧 但是呢 他的思想就污蔑了 污蔑了之后会怎样呢 就被魔鬼留地露 魔鬼就会攻击这个人 他就会 整个人都觉得不罪财 不开心的 不喜乐的 没有力量的 也都被魔鬼留地露 我们就要辨别这里面有这个 魔鬼使用这个淫乱的事 影响我 我们要分别这个 里面的这个灵 去有洁净的生活 将它说出来 有些人可能忧虑 忧虑 忧虑 常常忧虑 常常烦恼 会不会被圣灵充满 常常说很惨 我今天又不好 常常都担心的时候 人就不开心了 分别洋恶里面 是将事情扩大 很多事是这样的 事情这么少 人就担心 死了 不知道是不是癌症 哎呀死了 哎呀有癌症 不知道怎么办 哎呀没有 就没有希望了 扩大事情 就引致 带来很多问题 所以我们求此 帮我们辨别 我们有没有一些 被魔鬼留地露的地方 或者有什么灵界势力 说方言 四年真的会刺被人说方言 我自己就是这样 我四年充满 忧虑的舌头就开始震动了 包括我以前第一个太太 在她以前她现在临世 色奴归住在天堂 很开心 她以前是很不接受 说方言的 她都不知道她说真的 是说假 她真的这样说 她不知道是不是 但有一天在祈祷会 忧虑他自己很大声 是极度大声 忽然间不断说方言 说了很久很久 就是忽然间 圣灵到她身上 充满她 那这个呢 真是神能够做这些工作的 但是呢 我们不要模仿方言 如果她说 我又跟着说 这个不是方言 是你圣灵充满的时候 圣灵感动你 临到你身上 叫你说的 你就说 但如果不是圣灵到你身上 你不要自己模仿 不要自己作些东西出来 有个人翻方言 我能够翻译方言 有一次有个人 她说她有翻方言的能力 我问她 我说什么方言 她说 你不断说我爱耶稣 我爱耶稣 就是很简单的方言 你不断说我爱耶稣 又跟着呢 她说这一切都是 这位圣灵所运行 神随己意分级各人 随着神的心意赐给各人 那你就死了 神随己意 不知道神会不会偏心了呢 但是神不是一个偏心的神 她是人都会给好东西 不会有一天你说 神啊 哎呀对不起 每个都给我的恩赐 不过是你呢 就没什么恩赐 所以你又做不到事 神不会这样的 神当然是说 每个人都有充分的机会 每个人都有各样的恩赐 就是神的己意 圣灵讲到己意的时候 我们千万不要觉得神的己意 是自私偏心的 神的己意 神的心意传媒是好的 我曾经见到一个基督徒 他怎么说呢 他说我不敢求神带领我做什么 我说为什么 他说我怕神叫我做宣教的事 去那个地方我不 很困难的 我说如果神叫他 神一定将最好的给你的 如果神呼叫他 是福气来的 就是他害怕 觉得神呢 给那些 未必是最好的 有些人说 糟了我不敢求神找我配偶 因为神找我配偶 又可能呢 又欲输 又只是正经的 又不开心的 神会给一些不好的东西 你要想到神给你 是开心活泼的 那些小鸟也很开心活泼的 神会给你 不是给不好的给你的 神将最好的给你的 所以神的己意是最好的 接着第十七节 就是我要明白 全身是眼 在哪里听声呢 就是说 我们每一个人有不同的功用 你听我说的 你不一定要看到的 如果你看到你就看到 如果看不到你听我说的 全身是耳虫哪里闻味 就是你不要说 他弹得这么厉害 我都要弹得这么厉害 不是一定的 但是你去学弹琴空 是好的 不要紧要的 就是看自己的恐怖 看看自己可不可以发挥 我也是这样开始的 越弹越流畅 这个神会用我们的 就是尝试是没问题的 好过你整天看电视 是吧 看电视就不会发挥你的恩智 看剧 是浪费时间 浪费生命 好了 接着就说 但如今神自己的意思 是将肢体驱角安排在身上 就是每一个肢体有不同的功能 神就安排成为 配搭在一起的 所以我们呢 为什么呢 譬如你是手 怎么知道你是一只这样的手 你看看 很厉害的 没有力的 没有发挥恩赐 没有力量 没有操练 手要有恩赐 要练习 要做运动 才有力量 所以你 虽然神给了这个积分给你 但是你怎么知道 你是一个软脚的 没有力量的组员 是吧 你要做一个有力量 有喜乐 有鼓励性的组员 那你才发挥你的功用 是吧 好了 接着罗马书十二章 第四节 至到第八节 我们发觉 之前所说的恩赐 有一部分 是比较超自然的 虽然呢 我想说的一样 爱心啊 生命更新 这些都是超自然的 不是只是医病 赶鬼才是超自然的 不过 就是说 为了普通人明白呢 就是他们可能会接受 爱心啊 生命的改变 那些神的工作 但是对于有些 医病啊 赶鬼觉得那些 太过超自然了 所以我就说 分开呢 有些比较超自然性的 这些恩赐 但是两样都有的 我们发觉圣经里面 讲到呢 是两样都有的 另外一样 就是这些超自然的能力 都是神的 那我们来的 就是神可以赐这些 恩赐给我们的 荣华书十二章四节 至到第八节 我们一起读 正如我们 一个身子上 有好身之体 知他也不高是 一样的重处 我们这他多日 在基督女 成为一身 互相联络作之体 也是如此 按我们所得的恩赐 各有不同 或说而言 就当照着 顺身的程度说而言 或作执事 就当专一执事 或作教导 就当专一教导 或作变化的 就当专一变化 思舍的 就当诚实 自理的 就当因疼 自闻人的 就当禁心 这里我们又看到他 有一些比较超自然的恩赐 也有说到一些 很多人会接受 其实这些都是超自然的恩赐 不过即是接受 教徒会有的恩赐 这里讲到 身体上有很多肢体 肢体不是一样用处 不是个人同样用的 很多人在耶稣里面 是成为一身 互相联络作肢体 所以很重要的恩赐是如何呢 不只是发挥自己的恩赐 是发挥别人的恩赐 这样才能够发挥生命 正如我讲一个例子 拜拜 譬如 会不会有只手 他说 整天 左手和右手 整天打哪个球 都是你打的 我想要打 你又不让我打 不能打 我要打 你会不会左手和右手争的 不会的 你不会说 右手你整天都做那些 主人想做的事 但是我没份做的事 你会不会左手和右手争气 斗过的吗 不是 告诉主人 我左手其实都很够力的 我不是双叉 右手很远的 不会这么争的 是吧 就是我们一个身体 不会斗过的 所以我们在神里面 都是不要斗的 要去鼓励人 支持人 帮助人 能够发挥 成为一身这样 互相联络作肢体 这样才是一个身体的 是吧 第六节 按我们所得恩赐各有不同 个个不同的 说预言 这里讲到一个超自然的 比较超自然的恩赐 讲预言 就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 按照神给他的信心 神赐给他的 他就讲这些预言 说执事 自理的 你就专一自理 更加做得好 执事做得更加好 就不要随意做 譬如你要做某一个部分 你带领敬拜 你要带领小组 你要做什么 或者你就是扫地 你都扫得光光正正 不要扫得很多层在旁边 做得更加好 那这个就是进责了 或者作教导 就要专一教导 教导 如何教导更加好呢 我自己都是 求神帮我更加 能够帮人的需要 大家可以看着我 到讲到那一节 你看到那一节 教导我如何更加有效 讲的时候 那些人听到我讲的 不像天上的道理 人在地上 不同的 而是 讲的跟人有关 听到的时候 觉得 讲的是我们有关的 教导 譬如你们在小组里面 做一些分享 甚至出来分享 你都能够有一种影响作用 大家都更以靠神话 那这个就是学习 更加教导得好 其实个个人都有 教导的需要 明明个个人是做牧师 个人都有教导的机会 或者 劝化的 劝导人的 就专一去劝他 有爱心的 有关心他的 去劝导他 施捨的就当成神 我知不知道不要自己骗钱 真诚的 用爱心的去施捨去帮助人 自理的 自理的教会 自理更加好 那其实我们个个人 都是做自理的 首先自理是什么呢 自理 自理 自己的时间 自己的金钱 自己的财贯 要自理得好 发挥得好 那我们就能够 给神更加使用了 怜悯人 就当甘心 有时候怜悯人 这个这么难怜悯 这么难帮 他这么难搞 有些人在家里 他和他 他和他说 他论盡的 整地是这样 你既然帮他 你就不要说他这么论盡 你帮他 你就有爱心 你不要说他论盡 他这个年龄 都会这么困难的了 那我们就要 有怜悯的心 金心 不要做得很勉强 这样 好 接着呢 我就会说一些 圣经里面一些的人物 看到他们都是神 似乎因此混作 有一件事很重要 按照 因此混作 我们也有些混作 不用恩赐 譬如 搬头想要恩赐 不用 所有人都做得到 塑地想要恩赐 不用 笑容想要恩赐 不用 不用 也是笑容 即是每一个人都可以 但是每一个人都有一些强项 就是 譬如 仲恩 很明显 他敬拜赞美 詩歌 是他的强项 音乐的强项 如果叫他做一个侍奉 是完全没有音乐的 那就浪费了他 很明显 他的侍奉 应该是有音乐的成分 我们每一个人 很明显 我应该在我侍奉 应该有教导的成分 如果我不教导 就是浪费了神 给我的教导的恩赐 每一个人都有这个恩赐 那我们就要去找 还有每一个人 天生 有一种质素 你小时候有些东西 就特别喜欢做的 这个可能就是你的恩赐 那些地方 适合的 那你就去发挥那方面 好了 那我们现在看一看 很简单 我们立过一些人 例如摩西 他真的很特别 他很喜欢亲近神 他求见神的荣耀 他有这个神 给他这种被神爱吸引的心 但是摩西做了一件事 带着几十万的以色列人 出去了埃及 又多埋圈 但是他是为人 極其有和 謙卑 这个是非常有和的领袖 对吗 他和神很有亲密关系 他会每一次苦服 去求神 所以我看到摩西 是一个非常好的领袖 很有耐性 不是发猛症 虽然他也发过一次猛症 谁知道就被神去管教 去惩罚 但是他依然 他一生 是蒙神起义的 上到天堂 神会说 你犯了那一次 那一次 神会这样说 不会 神会说 你真是一个忠心 有良善有忠心的福音 神一生真是做了很多好的事 所以圣经经常提到摩西 第二 萨姆尔小时 就听到神的声音 他真是很单纯 就听到神的声音 并且他一生很敬畏耶和华 他尊重神 这就是神给他这种生命 所以他带来以色列的福兴 对吗 和他那些先知神一起赞给神 就被圣灵充满 看到神赐给他这个圣灵充满的恩赐 还有带来福兴的恩赐 还有大卫 大卫有很多人的恩赐 他敬拜神 赞给神真的很好 他写的诗篇 真的写得很美丽 他都经历到耶稣 他都经历到耶稣 用第一声来说 我的神 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 你把我的手刺穿 就是说到敌人围住我 用刀 刺穿 不是用刀 刺穿我的手和我的脚 就是钉十字架 他经历到耶稣的真神之架 并且他得到启示 知道圣灵的什么做法 他就说给所罗门听 他并且有奉献的恩赐 他奉献很多很多的财物 来建造这个圣灵 所以我们看到 他真的运作他的恩赐 是不是 他不计较他的钱 不要紧 那些钱全部他愿意给神去用 好了 接着是以斯拉 以斯拉 可能有些人不太熟悉 在去日以斯拉记 以斯拉做什么呢 他见到以斯拉犯罪 他跟那些外族人通婚 其实在旧日新药 神都叫我们不这样做 不要跟那些不信者通婚 所以搞成当时的以斯拉人 甚至当时有一个祭司 以利亚神 这个祭司 他的子女跟外国人通婚 搞到一个很不好的榜人 但是以斯拉有这个勇气 他带动以斯拉人悔改 并且在当时说 神想他们做一件事 就是跟当时的外族人 离开这个婚约 为什么呢 今天我们不会这样做 就是当日这样做 因为他们要保持民族 不要受外邦人的影响 所以他们当时真的有这个勇气 以斯拉真的好像 我们中国看电影的包公 很勇敢 他不怕的人 甚至当时的大祭司 都在犯罪 他一样不怕 他说出来 所以这个他很有勇气的一个先知 他其实是一个祭司 然后就是尼希米 尼希米特别的因此 就是建筑 他不只是做一个建筑师 他是带领一帮人 在一个很困难的敌人 整天攻击的情况之下建筑 敌人为什么攻击他 很多很多方法 但是他又不怕 坚持勇气 他有这种勇气 在一个敌党的困难之下 去向前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 看圣经都要学一下这些人的勇气 不要做一个 哎呀 很害怕 哎呀 没勇 没力量 很烦 很多时候年轻人 说 得了 其实不用得了 什么时候都不用得 永远不需要得 什么时候得 已经靠神 立刻有力量 好了 另外一个人 彼得 彼得是一个什么人 本身 愚夫 愚夫 但谁不知他报道 五千人信耶稣 很多人信耶稣 就是他 当圣经充满了这个勇气 有这个能力 去给神使用 他也是当时将福音 带给很多犹太人 神使用他 对了 在耶稣的时候也都有一班人 是我们没什么留意的 就是那些妇女 他们做什么 攻击耶稣和门徒的需要 这个又是一种恩赐 是吧 他们照顾他们 帮他们 煮饭 洗衣 很多地方照顾 这班的姐妹 其实当时是很重要的 是让耶稣能够去祝福 当时的 以色列的地方的人 将福音一路一路传开 接着是保罗 保罗 是不是很多恩赐 神给他启示 直接启示 有神的话语 神的奥秘 他都给他启示 他有这个勇气 他被人又打 又扔 又浸到海 又被敌人攻击 又被犹太人攻击 又被基督徒的 有很多人都攻击 但是他依然坚持下去 将福音传开 如果不是他的话 福音传开是慢很多的 他在他那段时间 将福音传去欧洲很多地方 这个神很使用一个人物 一个人物可以这么大影响 但他会有很多神奇奇事 但耶稣说 所有人都可以有 在韓國的教會,他們開始的時候有很多神跡歧視 那個胡思叫什麼名字? 趙龍基 他自己初來有肺病,他祈禱好起來 還有當時有很多人好起來 於是他們又多祈禱,他們真的很多祈禱 然後他們就傳開這個教會在那裡增長 成為世界上最大的教會 巴拿巴聖經裡面有一個人物 他是一個勸慰子,安慰人,叫做和好 這也是一個恩賜,他神就使用它 牧養教會,阿波羅,提摩太,提多都是牧養教會的人 幫助這個教會能夠建立 我求主幫助你,個個都一起牧養這個教會 能夠建立起來 我現在講一講,怎樣發掘和發揮你的恩賜 第一,留意一下自己有什麼自然的傾向 你發掘一些東西,你特別做得好的 那些好可能就是神給你的恩賜之一 不是全部 比如說,我的數學真的特別快 我的語文特別好的 這方面可能你就去發掘了 一定要發展,很多人就說 我有這個恩賜,這樣就可以了 可以用的了 什麼恩賜都要用的,都要操練 很多學生就對於上學沒有什麼興趣 去教堂一起去讚美神又很開心 但要讀書又要讀書又考試很辛苦 但其實讀書就是預備我們 我真的用了很多時間讀英文寫作文 以前老師教我們寫作文寫要點 不要一寫就這樣寫,開始寫,那你就寫得很慢 他就說你寫要點,寫要點才寫 那我就用這個方法,譬如我想講到很快 我曾經試過去interview 他給我半個小時寫三百字 那我立刻想到要點,立刻就開始寫 寫要點就很快 我們要操練到我們的思想敏銳 是從什麼時候開始,是從讀書開始 讀書的時候,老師叫你出來講話 然後你就放膽去講話,有勇氣的出來台上 哇,老師說,這個同學這麼厲害,這麼喜樂 這麼開心,帶著笑容去分享 其他同學好像很緊張 哎呀,我今天又要講一件事 但是你出來講的時候很流暢 就是你能夠發揮在你可以做的任何事情 都去做得好 包括你媽媽叫你洗碗,都洗得很乾淨 那你將來做什麼都很有交託的時候 那些人就說,哇,你做什麼都做得好 那這個就是由小事開始 小事中心,大事中心 但是其中,其中一件事很重要的 不僅是才能 因此原來,很重要的是我們的情緒的管理 為什麼呢? 因為你作品做得很厲害 不過一次做得不好,哎呀,我沒用啊 哎呀,都說不行了 情緒不開心,人做不到事情 你要處理你的情緒 做得錯有什麼事呢? 不緊要,有些蜘蛛,是嗎? 積網積很多次,繼續積囉 蜘蛛教你又道理,做什麼呢? 蜘蛛網,爛了,不要緊要 再積、再積、再積、再積 繼續做 當我們有困難,我們不要讓情緒影響我們 我們努力去繼續做 可以做得的,就要做 不要看困難,看到我們可以做什麼 神不是着凿我们做得多成功 是着凿我们有没有努力去做 不能够处理到情绪 整天都感谢神 哈利路亚 那人起来是不是会让得好一些 譬如你出来分享 你很紧张 感谢神 感谢神 你就很害怕 但是如果你起来 自然的说话流畅很多 哈利路亚 所以我们要处理我们的情绪 都是一个发挥我们生命的地方 还有 有没有浪费时间 譬如你是不是看电视 常常看时间 浪费时间 因为我们的生命 就是由我们的时间组成的 我们的时间 常常用得更加好 用得好的意思 就不是叫你 就是说不是叫你不要休息 不是这样的 不是叫你不要去散步 这些是好的 好的用时间 令到你的身心健康 而是不要慢地坐在那里 看电视 慢地打游戏机 这些就是令到我们身体疲劳的 我们是要有些好的方法 来用的时间 每一天的时间都很贵的 不要浪费一天的时间 有时人就是这样 一天浪费了今天 明天先 明天我立志 这个时间 哎呀 玩着先 玩一下 越玩越多 整个学校没有做到想做的东西 那我们就是要 现在开始去做 那又不是做得很辛苦 而是整天都感谢神 做得开心的 那譬如我整天都做事 但我做得很开心 我一点都没有重担的 那还有呢 在圣经里面快挖 圣经人物那种的 怎么发挥恩赐 他们怎么受逼白 依然 这么有力量 在圣经学习 而且多看圣经 多祈祷 又发挥我们的生命 为什么你的人就起落了 就有力量了 而且有一个很重要的 找机会去用 我告诉你 我什么时候学 就是我学弹琴呢 我怎么开始的呢 就是在团契的时候 没有人 没有人弹琴 那有个琴呢 左手就弹一个音 就可以弹个和言出来的 你按个按键 由手去弹单音 因为我小时候吹个口琴 我听了一首歌 我已经懂得一个音 就是 mi re do re 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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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是说了一个口琴 我就弹一单音 mi re do re 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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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候我不是很懂 配合和言的 mi就用一个 譬如施略 我用一个e 就是总之跟着它 右手怎么 左手怎么 就怎么 我开始 但我用了这样的方法 用了两年 就弹了这首歌出来 后来我有机会 来到香港 我就跟 一个人学 接着我又跟 另一个人学 那我学之后 我摄录了它 接着我又不断练 越练越纯长 就是有机会去用 我鼓励大家 有机会你就去用 不要浪费我的机会 我曾经去过远东广播公司 因为当时他想找人录音 去录音的时候他就教我 你录音这里有些读得不好 而且你发声音 他一次告诉我 他就以后提醒我 我就以后这样留意 我亦都试过在 一次有个团契 有个人讲 教我如何去查圣经 分析圣经 我一次之后 我一直看圣经都这样分析 之后我就一直发挥 之后有机会我就发挥 我最近一样 我又告诉大家 我有机会去见到 录音师团的 他就说 有没有牧师想做 讲一些灵修的来源 我就报了名 他接着叫我去摄录 摄录就是宣传的 介绍的 宣传之后 他就打给我 他说 我们现在想做复活节 你又做不做 我又做 我见到一样东西 有机会我就去发挥 但如果我没有一个组的操练 我就不能够发挥到 但我一定是多操练 所以我迟些知道的时间 我会告诉你 你可以告诉你的朋友 因为我讲的信息 在这个摄录音师团 我会说什么呢 都是会帮助大家 看到神多美好 看到跟从神多美好 跟从神多美好 跟从神多美好 可以所有的烦恼交给神的 遵从神的路是最好的 有帮助避讯的 帮助信的人 所以这个机会 你又可以传开 但神是否让你做这些 未必 我不知道神要做什么 总之 你眼前有的 小组你就努力去做 每一次小组 你不要说 啊 今次有小组了 不是这样的 今次小组我要祝福人 我要鼓励人 我要鼓励祖像 我要令到个人都起落 没有神的恩典 看到神的工作 每一次都尽力去做 行不行 每一次都做得最好 你回到家 今次我要令到我爸爸妈妈很开心的 每天回到家都是这样的心态 这样的心态 每天都尽力做好我们的 发挥呢 你自然就会发觉 哇 原来我里面神给我有爱心的恩赐 有关心的恩赐 有安慰人的恩赐 广圣经的恩赐 哇 每天都有的 日文都有的 原来神是很乐意给我们的 你信不信 信 但是你去用 除了自己用 还要欣赏人 看到有个人 出来分享这么好 你带知觉这么好 鼓励他 欣赏他 你出来 每一次鼓励人 去跟别人分享 我又觉得你做得很好 超级 哈利路亚金 这样的人 最近我和Sever来聊天 我看到他很有智慧 有些地方我看到他 哇 很有智慧处理这些事情 我又欣赏他 我觉得很厉害 原来每一个人都有他好的地方 我们就欣赏 欣赏他又被鼓励了 你又给他一些机会 不要只是发挥自己 发挥人来的仇 我们每个人一起开心 一起得发挥 我想在这个时候挑战大家 你有没有觉得自己是一个卑微的人 因为神已经将我由卑微变为一个尊贵的人呢 我前面真的很光明 你有没有这个心态 你能不能够今天就说 神已经为我预备一个很好的路 我要相信我要拿这一条路 我要接受这条路 我不要经常留下一个心态 就是我没有用的心态 行不行 可以吗 可以 可以 求主帮助我 这一会儿你和神说 神啊 原来你给我一个禁告的 谁知道我经常都说自己好用 我要开始改变 我要开始发挥我的恩赐 我开始将我的生命使用出来 行不行 今天在小组我要发挥我的恩赐 鼓励人 让人看到 哇 原来我可以有这么大鼓励性的 对不对 是 哈利路亚 我们一起站起来祈祷 求主帮我们 在神面前说 神啊 恩待我们 祝福我们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多谢耶稣 多谢主耶稣 其实累呢 有时是心态的 但我告诉大家 有时 我睡得不够 神啊 给我力量 广道也有力量 哈利路亚 那些累就跑掉了 真是的 不要告诉自己我累 告诉自己 我有力量 我虽然累 神给我们力量 哈利路亚 好 我们现在各个一起 自己向神祈祷先 你看神啊 你帮助我看到 我怎样藐视你给我的恩赐 我没有使用你的恩赐 我藐视我自己的生命 靠你赏你的罪 叫我看到原来 你已经有这么好的计划 神是这么看重我的 已经有这么多恩赐 放在我身上了 我要多谢耶稣 我要使用你的恩赐 使用你的生命 将你的生命发挥出来 哈利路亚 多谢耶稣 感谢天父 多谢天父 荣耀归给天父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亲爱的天父 多谢赞美你 因为你真的很爱我们 你是最好的爸爸 你不单止供给我们的需要 你不单止参与耶稣 为我们担在十字架上 将救恩赐给我们 你不单止安慰我们的心 并且你有个计划 去发挥我们的生命 你为我们每一个人 预备很多的恩赐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 都有很多的恩赐 在乎我们怎样去发挥 怎样去发挥我们的生命 我们的时间 使用我们的时间 去给你使用 主要求你帮助我们 放下这些所有自卑的观念 就是觉得自己没有用的 这个观念 我们要放下 或者轻看自己的观念 我们要放下 我们要宣告 神要使用我的 神将能力赐给我的 神将恩赐赐给我的 有足够的能力 和恩赐去做伟大的事 靠着耶稣我凡事都能做 主啊我不要因为 以往的失败而觉得悲观 我们不要因为 自己的软弱而觉得悲观 我们要说 神啊我靠着耶稣我今天 就可以改变 今天就可以充满喜乐 今天就可以充满能力 今天就可以有信心 今天就可以说一些 鼓励的说话 正面的说话 阿里路亚神啊 你大大的使用我们 阿里路亚 我们宣告 我们每一个人 都是很宝贵 并且我们要建立其他人 我们建立自己 我们建立每一个 所有的弟兄姊妹 我们建立外面的弟兄姊妹 周围不同教会的弟兄姊妹 我们都去鼓励他们 去兼顾他们 去兼顾他们 建立他们的灵命 主祂的诗恩 祝福我们 当我们看到 当我们祝福人 自己又被祝福 当我们去发掘人的恩赐 我们自己的恩赐 又被发掘 多谢天父 哈利路亚 原来我们可以活得很开心的 神啊你这一阵 让我们看到很开心的 前面尽多时喜乐 我们不需要活在烦恼之中的 我们不需要活在 一个失败感的里面的 我们可以活在喜乐 我们要感谢神 哈利路亚 我们可以好像 雀仔那样喜乐 可以好像天使那样喜乐 一无烦恼的 完全无烦恼的 哈利路亚 多谢天父 赞美天父 感谢天父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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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AF kup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